欢迎收听长篇都市言轻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由英君儿育文化传媒与阿里文学联合出品 第963集 明年暑假 如果我也想去特区 会不会太麻烦抗尾了 善于君心里闪过这个念头 杨永红能去 是因为和夏小兰关系好 善于君不同系也不同界 自然和夏小兰不够亲密 学土木的 对鹏城遍地都在修建的情况很向往 善于君想去鹏城的目的 和杨永红绝对不同 善于君是不缺钱的 杨永红却缺钱 善于君在京城里看信 杨永红在鹏城等着领工资 他和弟弟杨洁到鹏城打工 还差两天才满一个月 但月初是远辉发工资的日子 自然也有杨永红和杨洁的份 远辉和从前不同了 装修出了几间办公室 从中划分出一个财务室 杨永红就站在财务室外面 排在他前面的有不少工人 各个手里捏着字条 记着上个月开了几天工 又不需要他们写字 日期都是印好的 有没有开工 在表格里做个标记就行 当然还得盖着公司的小章 麻烦是麻烦了点 操作却很透明 没上工的不会多领钱 上了工的也不会少发钱 这个制度让远辉给工人 结算工资时 从来没有红过脸扯皮 多劳多得 没有谁心里不平衡 杨洁排在他姐前面 手上的表格打了28个对钩 盖了28个鲜红的小章 这是错不了的 我 我能领364元 前面的工人哈哈笑道 你想得挺好 老板把工资全发你 你一声招呼都不打 就跑了怎么办 我们都是要压一半工资的 每个月领一半 年底再一起发剩下的 我怎么会跑 杨洁下意识反驳 他又不是傻 拖着小兰姐的面子 找到的好工作 一个月能有个三四百块 他跑了才是有病 前面的工人不耐烦了 反正都是这规矩 要辞工的 提前一个月说 跟着永哥干活 每个月还发一半的工资 年底一分不少的结算 在其他地方 平时都不发工资 谁要是家里急用钱 和老板磨破嘴皮子 才能预知点 遇到老家有人生病 孩子上学 买农药化肥的 能把人急死 所以远徽真的挺正规了 就算是国企 工资也有拖欠 杨洁没说话 杨永洪还以为 他担心工资呢 一掌拍在他肩膀上 你想啥呢 又欠不了你的 杨洁没吭声 他来的时候 说要把结婚的钱赚够 爹娘肯定没信 转眼已经到了八月 如果不先寄一部分钱回去 爹娘如何安心 杨洁既怕爹娘低声下气 去借钱受气 更担心父母会去卖血筹钱 他小心翼翼地 把自己的担心说了 杨永洪也沉默 我们姐俩凑起来 也有两百块了 我们拿到手 就把钱寄回去 我再写一封告诉他们 等到十月 肯定能把你结婚的钱凑够 只要开工 公司是包三餐的 杨永洪认为 姐弟俩在接下来的一个月 可以不花钱 不用留钱在身上也行 想到这里 他不由摸了摸自己的头发 短头发好啊 洗头再也不麻烦了 什么洗发香剥 他舍不得 毛巾上打点肥皂 每天搓一搓脑袋 再用水冲一下 头发就干干净净的 杨永洪想到这里 居然还能笑出来 可见他心有多大 杨洁也被姐姐的乐观感染 两人都不再说话 跟着队伍往前挪 终于轮到杨洁了 他在财务室里待了几分钟出来 脸上有点迷茫 领了多少啊 是182吗 杨洁摇头 嗯 说我加了五天班 原来八点后就算加班 加班费一个小时是两块钱 加班费每个月单独结算 大姐 我领了220块 杨永洪的笑 顿时就压不下去了 就算他领不了多少工资 杨姐也拿到了姐弟俩 刚才商议的数额 杨永洪走进去 刘永坐着 李栋梁站着 小杨 你这个月辛苦了 刘永想 和小兰感情好的同学 就是好孩子 一点都不怕吃苦 还能帮上李栋梁的忙 杨永洪爽朗一笑 这里没人 我还叫您说说 谢谢您肯顾我们姐俩干活 您帮了我们家大忙来 帮忙就是帮忙呀 有恩情干嘛不说要避讳 杨永洪不整那些虚的 刘永亲自把一个信封 给杨永洪 这里面是两百块钱 你们李经理说了 你给他帮了大忙 说呢倒是想给你开更高的工资 你这丫头有文化还肯干 天生就是干这行的 哎呀 哎呦你瞧我真不会说话 等你毕业后大有前途 你别嫌工资少啊 刘永手下 现在正经的大学生 就供养一个 供养一个月工资加奖金 能拿八九百呢 他就觉得 给杨永洪开的工资不算高 杨永洪手不知道往哪放 两百块 太多了 比我想象的多 说 你也别太关照我了 我干多少活 就拿多少钱 这钱 该不该接呀 之前307寝室开卧谈会 杨永洪的人生目标 就是参加工作后 快点平直撑 有生之年 工资能到两百元 他就满足了 到了鹏城 杨永洪就知道 自己人生目标定得太低 在这边 两百元一个月的工资 并不难办到 有力气 有技术 或者有文化 三个里面有一样 特别好 就能拿到高工资 但不管咋说 他都是来打短工的 说技术没有 文化 勉强算有 大学都没毕业 顶啥用啊 杨永洪觉得 两百块钱太多 刘永松了口气 我还怕你嫌少 公司先发一半 剩下的 等你走的时候一起结 远户为了方便管理 现在都得规矩 不过你情况特殊 要是想预支公司也行 刘永讲了好几句 杨永洪只听见一句 工资发一半 这是啥 一半的工资 岂不是说 刘永给他开的工资 是四百块钱一个月 杨永洪眼眶红了 刘叔叔 我就是跟着李经理跑腿的 四百块钱 够请十个我了 您 这样他咋好意思 继续待下去啊 不是占小兰舅舅的便宜吗 刘永诧异 小杨 你没搞明白自己的价值啊 我给你开四百块钱一个月 不是小兰的情面 你这个月帮了多少忙啊 有一次纠正了耗材错漏 帮我节省了好几万的成本啊 有本事的大学生 在彭城就该值这么多钱 你和那些装修工人不一样 他们技术再好 能代替 你这里是不同的 刘永折指脑袋 能考上华清的脑袋官 聪明着呢 我给你帮我